法師和法師 我們前禮拜跟營昂,我叫佈師。 佈師在中間有才師、法師、無畏師, 和才師和法師的比較就是出財金公民經的比較。 我再說一下, 因為法師不能說不同話。 我今天已經認定,我是一個佛隊主。 所以我不能說,想到,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這樣會掌摩。 還會揮捧到佛法。 所以我不敢這樣。 因為我今天知道我的立場。 我絕對已經有故。 在這個經典裡面有一個症故,我比較敢說。 我不敢亂講。這是屬性的事情。 如果我講話不對,我將來必定會害得到。 所以我今天佛隊主,我就要研究佛經, 還要按照佛經,接下來會這樣。 這是法師才可以真正度重生。 這是屬性的事情。 那麽下面,六佛路密的中間,下面要說痴戒。 要注意,他們要痴戒。 我今天,我本身有什麼要痴戒。 不過,主委,我告訴你們,你們就有什麼要痴戒。 所以痴佛戒。 痴佛戒的中間,一定要佛道跟我們說的這個戒。 例如說今天,痴佛有五佛戒。 痴佛戒有五佛戒。 痴佛戒除了五佛戒以外,有一個痴佛佛戒。 這些都叫佛戒。 那麽,痴佛戒有一個痴戒剔頭,叫三米。 有一個三米十佛戒。 那BQ,BQ有兩百五十佛戒。 BQ年就更多了。 不過,出家人的重要是,一定要有一個叫佛陀佛戒。 佛陀佛三十佛戒。 這個比較重點。 那麽那個有什麼在那邊。 但是這個,第一,一定要心心考慾。 譬如說,這個痴佛,絕對不能殺到淫。 所以我剛才有說過,你如果是最好可以痴佛。 痴佛的人絕對不能吃兩錢。 我們知道齁,兩人絕對不能吃。 一定要重點更多。 如果是說今天,我還沒重點重點。 你絕對不能吃太多? 最後吃點餅乾菜了。 這點要注意。 不能殺,不能反腦。 手反腦就對了。 絕對不能年年年年年。 做生理不能欺騙甘渣。 這也就能說到。 那麽這個痴,就是不能吞心癡。 所以下面一句叫做 短独、堅、堅、欲念 欲念是叫做南流星, 和秦位 秦位就是寄信心、秦怒心 這個叫做 信心靠意 短堅、堅、欲念 那如果我跟主義說一個 譬如說欲念 我們以前有說過了 絕對不能有分多情 這點是一種主義 如果這個三種不等 眾生積受欲望 三種不等說貪心恥 妳如果是不等 不等貪心恥的位子 妳將來必定是有惡欲望 這以前有說過了 以前說過在哪裡 妳們給我顯示一下好不好 看你嗎? 我要報您看 比那個還三十九夜 三十九夜的末日有什麼收食的收食 好嗎? 有喔! 這就是堅貪到萬度,這就是貪質。 那些流行都有說過了。 再來就是這個, 545億。 親老吃、親老婆。 這個親就是親親老老的意思。 這一定有這個報應喔。 這個流行都有說過了。 你們等下再看這樣。 現在再來,顯過來。 就是這個叫第十三件。 就是四三件吃、四三件報,就是50億。 這都已經說過了,要很注意喔。 但是三件,我跟大家已經有說過了。 就是社會,那個沒有正常的接觸的見解,那個叫三件。 我們了解嗎?沒有正常的接觸。 好。 好。 那麼再來,再現倒回來。 現倒回來,六十六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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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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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心痛。 靠在那裡就, 眼睛、笑、爬、眉、臭人。 所以,這種人, 都會對落地角度。 特別是一個下。 那麼,這個當前, 就不能在調安禄心心。 還有一個點, 如果說今天三毒, 就是貪親戚, 叫作三毒的毒, 會對落。 所以,這個就說, 你今天如果有貪親戚, 有當的人, 你要收拾三頂, 貪親戚, 無法動, 絕對不能生。 所以,今天裡面有一個叫作 戒無心戒、口戒、意戒。 尤其是要貪親戚的人, 一定要定。 定的進程一定要收戒。 所以,這個三無、三無、 叫作戒定戒。 所以,重要是心戒、口戒、意戒。 但是,這個心戒裡面叫作戒殺生。 跟他殺生一定要, 要給一切有生命的動物。 要煮這點嘛。 無論是蠻糖, 都總要給他聽笑, 絕對不能跟他傷害。 我有聽他們主書, 他會放到一個天國, 有一個出家人, 他如果吃飯, 一定有存一些東西, 去那個山坡地, 搖給他高下吃。 我們知道齁, 都搖到搖吃, 但是這個出家人, 要命中之後, 蜜蜜菩薩都接應。 因為蜜蜜菩薩叫做臺渚, 臺渚菩薩。 所以看到這個出家人, 我們有那個滋鼻心。 所以他現在每次吃飯, 去倒數就可以了。 這是煙燻菩薩, 看著一個天國說我聽的。 所以我現在給他注意說一下, 我們是佛道的地主, 我們是未來佛的地主。 我們的未來佛現實叫做臺渚魅力。 所以我希望自由, 我們現出滋鼻心出來。 蜜蜜菩我們不要傷害。 這樣知道齁, 不可以符合到我們的未來佛的精神嗎? 有真正的動物賣相害, 不敢有真正的胎充的作為。 要注意, 一定要本身, 要好好留心, 不可以做一個嫁的散步地主。 這點要注意。 所以今天裡面就說, 賣相害的一切有生命的動物。 再另外一個問題, 譬如說人佛道, 這之前,剛才說過那個有生命的羞臭。 你如果走燒爐, 應該會去戴著你盡量閃開。 了解嗎?盡量閃開, 不要給它戴。 甚至有看到一塊鞭皮。 譬如說, 這張手, 旁邊還有一張手。 你說喔, 這張手把骨抖, 這張手把骨抖, 這張手把骨抖。 這樣改成相同, 生命相同。 這張手把骨抖, 那張手把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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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就有探索嘛。 對嗎? 他那張手把骨抖。 這張手把骨抖。 它這張手把骨抖。 它會痛苦。 那張手把骨抖。 那你給它想看。 所以,如果不是很必要。 我們事實說, 對師父都要保護。 這是事實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說, 佛道叫我們那些羊草, 不要戴掉。 因為羊草, 有那些骨抖。 那些那些草蟲。 所以,不要戴掉。 我們知道喔, 一龍閃開。 那如果沒辦法就沒辦法, 一龍閃開。 這個佛道給我們教。 那不要穿皮。 這有說過嗎? 那不要穿皮那裡。 那不要穿皮大。 那不要穿貂皮大衣。 那不要穿貂皮大衣。 真的喔,我不騙你喔。 人家佛道都有說得好喔。 那不要穿貂皮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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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人家佛道, 他本身就把我們交代這樣。 這已經說過了。 齁。 所以真的,這跟我說。 因為你如果今天有穿貂皮大衣。 人家就去抓那種貂嘛。 貂貂。 貂貂。 齁。 那有種貂貂皮大衣。 人家也叫做貂貂貂。 貂啦。 那現在來用貂, 才來做什麼。 所以這種東西, 巧法品。 我們受賢的人, 不要去用這樣。 我說了解吧。 這很流行的, 人家就不要去繳皮 для都。 所以, 我想給自己告訴一下, 我們今天如果有鄉栽, 就沒有侃他們就繳皮要繳皮。 如果我們沒有鄉栽, 就侃他們在大衣。 他們就可以帶給我們吃嘛。 我們如果不是賠錢, 他們就不會去搖。 不然你說這個便聽好嗎? 所以, 有賈貂貂皮的人是個, 有一 been繳皮。 有賈貂貂皮大衣。 我沒騙你喔。 最好賣的,還沒結婚下去這樣。 這點要做,這叫做,一定要讓他吃,有生命的動物,不要太太。 那麼第二條,心改動,我們叫做蓋德濤。 這個蓋德濤就是什麼呢? 佛道明有,佛道才末,佛爭氣這樣。 那叫做佛道明有,譬如說有一個好事。 那現在就,就不是你做的,你同說你做的。 那這個叫做道明有,我們聽懂嗎? 這個叫做道明有,不要投人的金錢財物。 要主要,因為不是我們的,我們會拿。 做一個真正清清白白的正人君主這樣。 那做生理,不要欺騙。 那叫做肌虎。 那當做生理認證就是叫做造毛了。 你可以說 這樣叫做造毛。 所以你沒有犯? 譬如說你接近帶去幾十塊、幾百塊,這樣就不行了。 人也沒什麼感覺,不過你還要負責。 負責你知道嗎?你後面還要向人。 甚至有一個人問我,說是我二十年前, 我已經建設了,我已經不敢說了, 東西都購買好。 他現在說比如說,我二十年前, 正說能賺兩百塊, 到底我現在要向人貫,才會向人貫。 我現在用銀行李算, 說你二十年前,三人兩百塊, 經過五當,賺四百塊。 我現在用銀行李算, 我用銀行李算,如果用民間李比較接觸, 民間李兩分三當就一倍了。 現在不就賺八百塊, 如果是再五當,賺一千人。 如果再五當,他們剛才二十年,剛才加四的五當。 如果再五年,你剛才要向人三千日。 知道嗎? 是這樣喔,我沒騙你喔,理學教程喔。 所以我告訴你,你不能換早期。 雖然你暗處,但是是宿舍還是早期。 人家不知道,不過銀行李分明, 照時間你要向人貫。 後出時要向人經過幾十年, 可能你要向人幾十萬, 兩百塊比幾十萬喔。 你要了解,這銀行李分明。 你跟人家做錢都要理識, 當然你跟早期要理識, 這真天經地義。 所以我告訴你, 所以愈驚慘,愈欺騙的人,愈賓獎, 這叫做賓獎褲布, 後出時堆落到幾桌了。 我告訴你,我不是夢見, 我不是親親才才講講的, 我沒有騙你。 因為這個就是在智公三宿裡面, 那個牛母帝問他一段天空, 說理識教程。 理識一定要教程, 所以現實的銀行李是這樣算, 兩百塊五年併四百, 兩千塊五年併四千, 我不騙你。 不然你再給他算看, 看你有跟人家賺錢嗎? 人家賺錢你給他算看, 你再給他算看, 你再給他統計, 不敢你這樣做, 算起來差不多這樣。 現在他就說, 我這道錢要給他算看, 你知道嗎? 如果我這樣說, 我這道錢要給他算看, 說你為這些人, 你附近參會, 還要為這些人, 從這些錢, 都會說得像這樣。 這樣比較重來, 比較不會欠人, 職務這樣。 你們現在會記住, 絕對不行。 那麼今天, 我們今天有提出, 我現在跟你說, 有一個很正常的賣賣, 譬如說你今天買去菜市場買, 如果是覺得, 這個人買, 我們不要這樣出來出去, 這樣了解嗎? 如果是買得比較貴, 你後來不要買就好了。 如果買了就好, 絕對不能再年年年年, 因為一般的俗人, 都會說, 蛙加兩隻, 鹽水加兩隻, 薑加一隻, 對嗎? 一般是都會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去出, 我們今天去學會的人, 已經知道了, 我們不要這樣。 這樣不好看, 我們會笑我們笑皮, 這樣。 對嗎?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 這點, 要做一個很正常的負責主, 就一定會這樣。 我們聽好嗎? 買, 大家說得多, 以前比較多, 你只買就好了嘛。 後來, 如果知道這間, 這個地方比較貴, 我們就不要再買了。 你現在譬如說, 你這個菜雞買這種菜, 那這幾個菜雞, 問, 買百種菜, 你先問說, 反正, 他會把你開比較多, 沒有比較多, 因為生理人的心理嘛。 但是, 你如果是主角, 知道說比較貴, 有的是, 應該買慣, 他不會把自己賠, 應該是這樣啦。 你知道, 這個人家是長期的主角嘛, 當然, 他不會賠給自己賠。 了解齁, 這點要注意。 那麼, 那個蓋子雞, 因為這點是新蓋嘛, 就是薩德雞, 對面跟他... 不要作為繁盜底。 或者說發禄、 堸、淡、淡、冤枝, 現在我們已經沒繁盜了。 最近没繁盜你有繁盜, 現在我們就沒繁盜了。 瞎解齁。 有時候, 我跟你講一下, 有時候這件事放著人, 會把你放著很久, 會把你拉, 應該不必這樣。 我們當事人已經一切事情都已經有參與過了, 我們不要再共留。 所以我現在跟主義說一下, 我們如果自己本身不對, 我們改變, 把我們不對, 我們不要去跟他們計較。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不要做違反得得, 和法律的這個藍路營業修正這樣。 這點就是, 要主義說明一下, 我們已經在學法了, 我們一定要注意這點。 我們了解齁。 那麼第二次叫做靠改。 因為這個, 這個叫佛西齊改, 就是新改靠改和義改。 這個靠改就說, 不要說沒實在的這個藝人, 就是說不忘記。 也就是說沒實在的話, 不要說。 那麥沙皇, 麥沙皇就說不要說八十位。 聽懂嗎? 再來, 不要做偽政。 偽政譬如說, 人有這個修過, 就有一個厲害的關係。 現在給錢給你, 叫你替我做政免, 說我那天, 在你這裡和你做會, 沒有去做事情這樣。 沒有嗎? 這叫做為政。 我告訴你, 不可以這樣做。 我告訴你, 這樣下去了, 你有做, 你贏過恩愛負擔, 你不可以不相信, 絕對不能做偽政譬。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犯罪了, 他現在就急性, 說他沒有財政。 沒有財政, 說啊不然你沒有財政, 有什麼人跟你做證明, 他現在就去找一個朋友, 出來跟他證明, 說我那人在那裡和你泡茶。 有沒有? 有這種證明。 所以這個叫做偽政。 我們學富的人, 絕對不能做偽政譬。 這樣了解? 這樣將來, 你爬一人, 萬一, 他有什麼因果, 你一定要負擔強調。 你要小心。 齁, 改靠, 就說, 我們不要照顧別人。 齁, 不能够到一些小事, 就跟勵跟命。 我告訴你, 比無人家。 要主人, 啊, 譬如說, 我們有個騙孫仔。 孫仔如果是高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怎麼不可以賠。 錢也不可以賠。 看一看自己賠就好。 我現在又告訴你, 真正實在的事情。 譬如說, 你今天有董災。 有董災, 你叫賠人會贏。 我沒有騙你。 那孫仔, 他若是命運比較低, 你給他賠一個奧特的位。 譬如說, 四小孩, 抗膚雞仔。 這樣就很難聽了。 我告訴你, 他那人會發燒。 我沒有騙你。 會發燒, 甚至反省八、五、十、十天。 因為, 有董災的人, 賠人會贏。 所以, 你們一定要小心, 絕對不能賠人會贏。 那不能賠人會贏。 我沒有騙你。 你如果賠人會贏, 一定要賠自己。 因為, 我們講好話, 好自己。 這我一定有告訴你自己。 一冠島濟旗, 一定要先救十條。 譬如說, 今天, 他以前說, 他在島, 事實是不是。 他說, 我在島以後, 我要生生保守, 是生參會, 沒有負心基於, 沒有體肅不前, 沒有起司, 沒有喵死前人。 不准賠貴。 事實一冠島沒有賠貴。 因為, 他們就不知道, 哪有賠貴。 那也沒有天機啦。 哪有天機? 不能說無太風味的, 叫做天機。 聽到齁。 所以, 我現在跟主意說一下, 千萬五千人。 千萬五千人。 千萬五千人, 你自己會口舌, 口舌愛。 我不騙你。 會嘴腔善善, 自生善, 甚至你自己的道別口。 我沒有騙你。 所以, 我們這些阿婆, 這些老婆, 孫子如果有這高怪, 你們就有在島片孫子。 你看看賈。 不等一等就收起, 就跟他舊那個孫子。 我告訴你, 那個孫子如果讓你聽到的, 那個孫子會搬到柚子。 我不騙你。 三不五十, 你就要照餘相關。 我講真的, 我不忘餘喔, 我沒有白菜喔。 好, 所以,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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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的手! 很久事來的事情,但是經過沒多久, 他這個聶班已經站起來行, 不過他們阿公沒在,行他們接工。 現在有一天,他們這個阿公還要跟這個聶班賺一千塊, 不過聶班跟他說,我一千塊已經當時就站起來行你接工了,行你師弟了。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兄哥叫師弟來問, 人聶班當時已經站起來行,你為什麼不說? 現在他們小弟不知道是賣記節,還是吞響。 說沒有了,他沒有行我, 有怎麼打冠詩喔? 一久時間怎麼打冠詩? 到月,打到沒有一個結論。 沒有一個結論到月,他們小弟比較跟這個聶班說, 說沒有,我們來聶工廟就站起來。 大家到月就叫他就站起來。 他們這個聶工成就站,說如果, 有個,我如果一千塊給你收了, 我說沒有,我一千塊給你收了。 但是現在這個聶班說,好,你記得請這個聶聶,好。 我如果沒有行李,說有行李,我一千塊給你收了。 你知道我多嚴重嗎? 因為這個聶工酒之後,他們這個聶工就站起來。 三天就急性的母庭嚴重了。 知道嗎?三年都當時三十六年,有嚴重嗎? 這是聶人說話聽的喔? 因為這個聶人說話聽的喔?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你愛人師師師自己喔? 我沒有騙的,以前沒有選議員,都會賭白雞嘛。 那賭一個人偶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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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偶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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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 飛鞍離、飛鞍離就是休息了 所以我告訴你,對著人絕對要說好的話 譬如說這個人,一定要給他學會 那如果有不對,我們絕對不要說朋友跟黑白鎮痠團沒有必要 現在 Вы心裡,風氣已經很禪 只要在我的那個門像,就像這麼大小的聲音 他們很無尋的 你們看就知道了嘛,這個人的獎,那個人的獎,那個人的獎, 敢是說沒獎,沒人的獎了,那種綜合奧口,聽不懂。 所以我們今天學復的人,在心中,這棋子,千萬不能救命人, 救命人有考驗,正直在那個... 北冠財街有一個路上,有一個路上起來跟我說說,師父,我們父母,祭仙岩。 祭仙岩了,我就跟他說,說人長大法師就扮北冠財街,你來做這樣。 人家參謀三變,他們的祭仙岩就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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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知道嗎?還要釣魚,釣魚會起水,後出時會起水。 這個我今天看到那個立法察北京真的說,我跟你們說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人,這個人就是要釣魚,還要釣魚,還要釣魚,還要釣魚, 還要釣魚,這個舌頭,這裡都爛,舌癌,子癌。 但是現在不就在北冠財街,參謀三變,最好奇了。 好奇了,好奇了,好奇了。 哎呀,他現在來去萬壇,還要釣魚,還要釣魚,還要釣魚。 如果萬壹,還要釣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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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跟師父說,我們要不要發生大事,我們不要去藉賊。 如果強行我們過去有藉賊,我們北冠財街下去參會,奉紙起來。 我們知道,這點我們來主義,這點所親來跟我們說, 不要大聲發,佩佩佩佩,這樣跟人講到恐懼,不要這樣做。 再來,改良社絕對不能挑拔離間,萬壤死飛,破人的合法。 你若是要破人的合法,我跟你說,有一次面的奉仆, 你tle對你的家庭有哪些 離散? 別怕無怕,大家的媛婦有哪些分禮? 紅婆的分禮? 因為你過去找這個亡婆人,總之未來有這個恐懼,我都不騙你。 譬如說大家的媳婦賣賣賣就是,你以前有天做這個潘映達的事情。 今天這個家會大家的媳婦賣賣賣賣。 老公家賣賣賣賣也是有這個因素。 要注意這點。 那麼這個概念義就是說,不要發言、卡義。 不要說那個無性經的位。 沒有合作理的位。沒有議義的位。 不要調整的議員。 譬如說,南如間不要讓人家這個讀回聲起來。 不要照顧、消卷,不可以這樣。 公務員要跟他們消卷,這個有什麼意思。 所以佛地主絕對不行這樣。 因為我們要做人天的模範。 所以這個事情都不要。 這四項叫做靠改。 第一,不行奧靠。 第二,不行奧靠。 第一,不行奧靠。 第一,不行奧靠。 第三,不行奧靠。 第四,不行奧靠。 第二,不行奧靠。 你成為為慧願的耶穎靠。 要注意,要注意。 你這樣下去打火,你就會怕得不好。 而且你怎麼做,必然怎麼報。 尋重尋重。 民主的人不隨便開口, 你要注意這點。 不隨便說話。 我記得以前的人在台灣, 人們的雙皮剋片近面要削除了一個, 人們問過這些人在這邊 絕對不像台灣人這樣, 雙皮剋片這樣多, 這樣說, 為三為四 我們以前以前都是這樣, 請問主委 第三個叫做意解, 什麼叫做意解呢? 意外就是意念和行為。意念就是行為和意見的原動力。 譬如,如果我們有信,我們這樣就做這樣。 你入的心,如果是有貪,你必定有貪的行為。 你知道嗎?這個叫意外。 意念就是行為和意見的原動力。 所以念頭如果不倡,主人會產生不同的行為。 這是必定的事情。 如果你念頭孫生,當然你會做一個正人君主的行為。 應該大家知道。 你如果念頭不正,你絕對是這樣。 南昌,女昌狗道,這樣就這句話。 這樣就變這樣。女昌狗道就是變這樣。 那不然就三五六步嘛。就是我們處女,界別的話。 這句話說不定這個話。 這句話要很慎重。 所以這裡說,念頭如果不正主人,產生不同的行為。 所以引測這個意外非常重要。 所以盡量精度,心來的這個複雜,跟這個無念。 所以經典中有說,貪親戚,就是不良的意念。 所以我們總是先概讀貪親戚這樣。 當然,你沒有改,不可以這個。 聽我沒有。 像我你說,不是貪就有啦。 我沒有騙你啦。 因為人家在這個世間齁。 無論你世間發的福佈,還是惡佈, 都總是自己做起來啦。 我沒有騙你。 都總是自己的這個因,產生的一個教。 你如果沒有那個福分,你又如何貪也沒有。 因為人家如貪,如賓,如賓,如賓。 你要知道齁。 這是屬性的事情。 甚至貪的作業越大, 你將來就落後幾桌了。 這如果要說齁。 我如果要跟你們說那個什麼呢? 那個福為收客中吃, 帥,的業部差,北京裡面都有說到。 你做什麼什麼部,做什麼什麼部, 全本都有說到。 還有一個叫做五桌,對落的因。 那都有說到。 還有一個叫做, 鬼文,木連,經。 那個五桌來問木連。 說看,今天我會對落五桌, 我所思的苦。 我的經濟是做什麼? 有的問起來經濟是做什麼? 做廟公。 有的經濟就被消滅了。 那樣都對落幾桌,很苦。 那做廟公。 他說,我做廟公, 怎麼會對落幾桌? 他說,因為你都感激了, 台政策去拜診。 聽聽嗎? 所以你今天才會這麼苦。 他說,我称名是怎麼開的? 我才會說,因為你黑白一樣知道。 人的名字,你就沒有替代了解他的前世因。 跟他金聲出示的這個叫四條到八條。 你知道嗎? 跟雞尾刀索,這個拜診是有健康的準。 那你都黑白一樣解, 為了要拿那些名字, 都黑白一樣解。 解到讓人這樣沒什麼事。 當然,你現在就落幾桌裡面, 你泡幸福的水要起來吃, 都被灰火。 聽不懂嗎? 就是你把五桌裝成。 所以這裏在那幾分經典裡面, 都有現實。 所有的幾桌的貴, 會對落。 這個音都有說出來。 了解嗎? 所以我們人一記一懂, 一定要有最終的條件解釋。 千南五湯, 還自己對落。 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裏在這裡說這樣。 蓋於貪就是不觸忧分之財。 我告訴他, 我們, 他生中是需要金錢。 這樣經濟比較不會含熱嘛。 但是你要出財也要優道。 我說你聽不懂? 你如果是出財無道, 你經濟就會含熱。 我再告訴他, 我今天這樣很愛錢。 因為我要去扶持, 聽不懂嗎? 我要方法啦。 我記住, 因為今天喔, 復教, 要給他學生, 學會我有職業。 聽不懂? 我是認定, 我絕對有職業。 因為我們假說, 台性經, 苦心的錢不夠了。 啊錢不夠, 我總是不可以幫你們發言啦。 聽不懂? 所以我愛錢, 這是對, 因為我要去扶持, 我又要方法, 一定要有金錢的收益。 但是我絕對不能說, 觸及無道。 我看你聽不懂? 絕對不能說, 我不會跟你們說啊。 好, 這樣不行。 但是我們主委, 我們在反省, 一旦到有這個生活, 有這個家庭, 有我們的效盛, 有爹霧, 當然我們也要生活。 但是生活一定要用著錢。 但是你絕對不能無意出財。 聽不懂? 如果無意出財, 你的財務沒有困惑, 困惑, 你要知道啊。 所以今天, 我和你們的立場, 應該都要存一個意。 聽不懂? 一定要存意喔。 不存意真的不行。 有錢來, 我做不錢來, 我就點, 我就不要做這樣而已。 我總是不能跟你說, 什麼公的金錢,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要說出來的錢, 或是說出來的錢。 或是說出來的錢, 或是說出來的錢。 那你自己由這錢, 我和你們說, 我說出來的錢。 你怎麼把我出財復活呢? 我跟你們聽得好。 你怎麼把我出財復活呢? 你怎麼可以把我出財復活? 我們就復活? 你為眾生做的才能發展。 你以這個錢, 要買到賣? 我告訴你, 我會渡到災。渡到災是對樂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跟主義說,你今天要經濟收集, 你家庭才會緩緩。 但是你絕對不可以這樣,氣氣騙騙。 你聽不懂嗎? 這個非其所在,你必定對樂。 我沒有騙你。 會如困窮、後世。 你的第二代絕對平坑沒有。 我沒有騙你。 你若是今天沒有積極、後世。 你太高了。 你和風,還在生極、後世。 我沒有騙你。 所以我現在跟主義說一下, 一定要不處非分之宅。 不可以貪求無厭。 聽不懂嗎? 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成功就好了。 現在百人,我看新聞開始說, 已經30萬人失業, 還是100萬人。 因為越嚴重。 那個就是過去, 沒有症狀。 我沒有騙你。 除了沒有症狀, 以外, 他可能過去有很多不惜的事情。 所以都會有這個死尾嘛, 好不好? 這幾個都會有這個死尾啊。 那個老公子沒有當作失業, 害了,不知道該怎麼辦。 經濟都沒有, 很多人都受症狀。 大同樣的公司啊。 有個先生一個沒頭路, 連阿婆就出在逛牆。 他媽媽出在跟他生我。 他說我兒子沒頭路, 我沒有, 過兒子也不行。 過兒子也不行, 過兒子也不行。 過兒子也不行, 過兒子也不行, 過兒子也不行。 如果 challenges, 你裏自己上去了。 這個是非常瘋, 我們家人這樣都是夢瘋。 但是這很有原因。 不是沒有ään。 為什麼別人的 Один子不會去逛死, 主男子去逛死, 你把它想吃看到的。 最近都有病故事, 經濟跳樓死沙。 對不對? 有時候會轉變, 去 NYID Mahade, 去排的床圖房間嘛。 有時候去賣飯! 去排慌飯。 收賊現在也四五萬塊的收賊,有的隨便。 但是他專機的好處就是他福報有。 若是在外國的新的生理和新的這種當中不順,就是福報真的極端。 所以這個原因都是過去出非分之財和貪求無益。 如果沒有收賊,就不能穿這兩條。 有一種人,他實機好中間購入非類。 就賺錢有,就無收賊。 無收賊就是因為有錢,之後他就做了。 這個叫無收賊。 有一些生理人賺到錢,就這樣農流連。 俏道六連。 對嗎? 但是水、翁、子、魚,還不在手。 因為音手創有了,第二部就更難了。 我說這樣,可以跟你們聽嗎? 因為我做過生理,我知道了。 我吃吃的就一坪,一坪,一坪,炒一坪米, 喝一坪,喝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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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餐。 我吃吃,我回來了。 他們的信,當時我做生理。 我回來了。 他們現在,生理人生理人生理,就開房間了。 我說,他們跟你們聽嗎? 全全那種不良的。 這樣就是無收賊,浪費作業,無錢作業。 但是我現在跟你們說,學生理人,第一,要收賊。 但是呢,不可以收賊,連政賊都不合。 我跟你們說真實。 收賊,就是說,無浪費。 不可以監察,自己應該做,不可以做。 因為你自己應該做,不可以做。 可能在後日的收賊有什麼減少。 我沒有騙你。 我現在有機會讓你,因為你不是浪費, 量力作業。 因為負責法,三百年,真人真真真, 下月一萬,我沒有騙你。 這個法術,如果真有政治建立的中心, 他能夠共用。 比你共用一個跌落的案子,就夠共用。 差不多幾百年。 我不騙你。 這不是我跟你們說, 不是這樣。 就看你們的因緣。 所以你們不可以說改善有的因緣。 在福西你們的共用。 在三部中踏實,做董番。 我告訴你。 那個法術很大。 又將來,很快就成就佛道。 我沒有騙你。 靈日就沒有機會了。 這次說了,如果沒有,我告訴你, 你會聽得很開心。 所以我告訴你,真真真真, 要修學,不能浪費。 因為沒有經常好時機。 靈日一定要靈活。 靈活就說,我今天這塊靈活。 當然,你若是保持一般。 譬如說,保持一個億人。 保持一個仙人, 比較多保持十億人。 保持一百的仙人, 比較少保持一個生活改。 我沒有騙你,那四十二中間說的。 你保持一億的留漢度, 比較少保持一個佩服。 保持十億的佩服, 不如保持一個發財心幸福的人。 那些事相對比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好,這個不要哭。 若是世間有很多不平的事情, 需要我們幫忙, 你不要靈性自己。 你盡量自己到處留好事。 你若是夏宜藥, 你總是必然健康。 這是必然的事情。 我們聽到嗎? 夏宜藥, 你總是必然不平。 這是真正的事情。 你餘藥, 送人藥, 但是不能拿白傷。 這個才會看他前觀。 拿白傷的減徒, 我到處留, 我們聽到嗎? 拿白傷藥, 都不行。 有時候火氣太大,你送個鼓勵就好 我剛才就聽到了,不行了 火氣大,你不能吃鼓勵?不可以吧?不行了 吃到自己就吸掉了,然後就好 所以我跟你說,如果真的我們家裡的家人有朋友看 沒有人看別人,你帶他去看醫生 帶他去看醫生,你就有辦法 你將來喔,來生,你衣著沒辦法 你衣著身體健康沒辦法,這真的 佛度看得重低 所以我裡面比較跟你說 那個就不高探求無恙,消極得獎 再再來就蓋心 蓋心就算不要博賞 不可以蓋不住就這樣急性,做不好就這樣做工作也這樣搶,聽不懂? 就這樣跳腳,這樣不可以做,這樣是最你自己利用,沒有騙利用 那麼如果我跟主委說一下,我們在路上,孫子,如果有一個怎樣,譬如我們裡面摸到摸什麼 我告訴你,你用教育的,你用教育的溫和去教育,這個孩子很會痛水 你如果靠在那裡,就要打,要立命,我告訴你,有陰,看陰,沒陰,自己想 不然你那小孩,那小孩有哪用這樣? 我們要照這樣補,這樣你整個腳就不沈沈 我就告訴你,這是我以前的傻民 一個小孩說話,回來了 這個腦袋就不用錢,就問這個小孩 說你這幾分,起來我看看,都說 如果不是二十分,三十分,就臨蛋這樣,就是阿娘 好,他就要做工作也請 說你娘咧,你爹這樣賺錢給你賺錢,你不想跟她賺錢 我聽不懂,現在他們阿嬤看到 什麼美人好生,給這個孫子看 說你小孩呢?你小孩就身色很好你啦 聽不懂嗎?你小孩比較不好,你就跟她賺錢,就跟她賺錢 現在他們的小孩就跟她賺錢了,這個小孩就... 就是因為你小孩不想跟她賺錢,今天我小孩才賺錢 所以今天這個小孩沒賺錢,這樣也是有利啊 聽不懂嗎?但你不知道說這個小孩賺錢 因為你有一個威團的問題,你這個爸爸的混沌 混沌你聽不懂嗎?當然這個小孩就賺錢了 所以醜陋的人,威團出來就醜陋嘛 這個阿嬤也是可能他們阿嬤的先生就是他們老伯子 或是他們阿公,可能有什麼醜陋 所以一台一台團都醜陋,總共有什麼醜陋 聽不懂嗎?所以不可以賺錢 所以我現在跟主義說一下,佛帝主要有一個醜陋 不可以賺錢,不可以賺錢,不可以賺錢 不可以賺錢,不可以賺錢 不可以賺錢,賺錢不賺錢 譬如說人總是有口感,這是主人的 但是一定要有那個款法的量,想出來 不要賺錢,不要動怒 如果真的讓你很受氣,我跟你說,嗯哼就好 那你後來就說,嗯哼,我們就知道你今天這個受氣 譬如說老伯子如果有誤中,洗花牛捕一下 不要當中捕他出來 因為老伯子是元家主 我說我們聽到,夫妻是元家,二路是財主 這是必然的嘛 無緣無妓,無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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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妓 所以有時候,他的意思和你的意思不配合 那你要怎樣?沒關係啊 總是我們自己控制,自己就不懂 哪有可能叫對方,一定教我們的意思 你怎麼不可以教你自己的意思?不可能吧 怎麼說不可能?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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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也要懂得修 但是你這樣就這樣修,你這個心就要聽你的話 對嗎?畢生會心靠不理 所以我現在跟主委說一下 萬一有安全,大家心平靜 因為要受傷了嘛 啊,我們扭對方 對方,如果是不去聽阿經 你現在回家 我自己有的錢開來看 聽到沒有?你來學會我不知道 你就去看 啊,現在你的家,你的先生就對你看 這樣慢慢就一直看 像我就跟你們說過,那當中 那個老婆住在中間 啊,他就看他們家都不看 他們家兩個大學 啊,一個高中都不看 叫他,叫學會都沒有 到外來 他就有一天看電視 然後他們那個小孩都放在中間 一張電視在看 現在小孩他坐著,小孩就來坐做會 又坐在樓上,就坐在樓上 聽到我去分析心境 現在他們這些小孩喔 大學那個 說爸爸,你回去買一套東西看 我這個書家看完了 啊,就是犯了 人家老婆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技巧 聽到沒有? 啊,你不要緊 你家裡坐在樓上,可以看嗎 啊,不然你電視 只能跟你講到 你一定買一個小孩而已 我說,我可以跟你們聽到嗎 這樣慢慢 整個樓下都會有辦法 啊,再把九八十十筆 幫你處理一下 這樣整個就有辦法 家庭很完美 好 所以有事大家 老婆我稍微收納一下 啊,會心病去 fand 有事情,都心病去 fand 就是老婆說 如果你說,你老婆婆姐姐有多 我女兒有一個 我說,婚母姐姐有多 你不知道嗎 有時候他們老婆去幫忙 下去 啊,當然他不是經過想的 是兩個少年去幫忙 你要不要跟人說話,可能有事,不要緊我們扭一下。 你要很幸運,做大家和愛可親。 對一般人都很好,這個叫做意改,就是控制衛生。 我們聽到嗎? 好,彌勒尊好。